很好吃 我現在口袋裡面 滿滿的發跳 剛剛要塞到我口袋 賈靜雯 我們與二的距離 2020年才以 我們與二的距離 抱回金鐘獎事後的 三寶媽賈靜雯 今年在演影瀑布 強勢問頂 金媽影后報座 演技大爆發 就連現場跟她對戲的王靜 都感到不寒而慄 你不要這樣好不好 我什麼時候變成新年樂夢了 賈靜雯回歸戲劇圈 成績旅獲豪平 看似一切順風順水 只是沒想到首都畫族 擔任電視劇 媽別鬧了的製作人 結果命運多船 圈內耳遇紛紛 叫出來 好 好 很棒 生死愛一個本來 就不是大自然的常態 演出說這種真愛 只有以前七星蟑螂 才做得到 I'm grateful 對 今年三月上線的預告 最後說要播了就會告訴我們 但是今年都快過完了 卻只聞樓梯想不見聚開播 像當初 其實我們沒有太大的緊張 自從比利姐答應了之後 好像所有世界都變得非常的美好 我們最緊張的就是比利姐 對 並沒有 回顧媽別鬧了 去年十月就已經殺青 卻直到現在才終於塵埃落定 之後將在Netflix跟大家見面 等 我們就花了很多時間等 本刊進一步了解發現 身為監製的賈靜雯 一路走來 真的是處處不滿荊棘啊 到現在 財務仍然 赤字 三千萬元 大家就跟著金哥哥 一起來算算數學吧 不知了解 Netflix一開始覺得 製作方只是個小公司 以及只願出資五萬美金 圓一百四十萬台幣購買 以實際來說總版費大約出現一千五百萬元 但是這部戲劇卻投入一兩千萬元的資金拍攝 金額相差八倍之多 好在製作單位後來找了韓國影視龍頭的 CJ集團旗下的公司合作 最後以一級三十萬美金 約八百四十二萬台幣價碼徒銷 一家一戒 斷掉赤字 三千萬 就是殺青斑啊 真是五個騷腦家見懲處啊 不過熟悉的全內人士表示 過去台灣電視劇一級的成本 其實大約只有三百萬元 更慘的是 有限電視購買版權 平均一級僅有三十萬左右 媽別鬧了一集動輒上看千萬 就是希望能夠排除電影感 才有機會邁向國際舞台 如今雖然成功推上Netflix 這個國際OTT平台 但據傳平台方不慎滿意 媽別鬧了的初步結果 希望製作公司重新剪輯 讓原本成本就已經 捉襟見肘的製作方雪上加霜 原本今年秋天就應該播出 也只能演到明年初才會問世 對此賈金文的金堅表示 他確實當初抱著學習的心態 參與製作 主要著重在前期的製作 包括協調演員 演出和場地協調等 也開了很多次的製作會議 但因為他無法一心二用 開始拍攝後就專心演戲 不過殺青過後 就立刻拍攝電影瀑布 後期製作完全沒有接觸 因此也不知道買賣片的細節